越战时期的美国大兵为什么不关直升机舱门?小命重要! 喜欢看美国人拍摄的越战电影的人都能看到这一幕,几十架美军直升机飞过越南村庄,机上的美军士兵用手里的M60通用机枪或者M16自动步枪向地面扫射,打死打伤无数无辜的越南百姓, 也能看到美国士兵在飞机上往往将腿伸出舱门,而飞机也一直在做各种战术机动,用于回避地面的防空火力,不过为什么他们在飞行时候习惯开住舱门呢? 难道不怕被直升机甩出去掉到地面摔死吗? 其实他们的却不怕被甩出去,因为直升机舱内往往会有一定的安全绳用于绑住那些士兵,所以基本不存在被甩出去的可能性,比起被甩出去,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这更重要的事情知道的是什么呢?难道有什么比被直升机甩出去吗? 其实是有的,因为越战时期美国直升机往往遭到越南人民军地面的防空火力袭击,所以美军的陆航直升机往往有很大的几率被打中,甚至坠, 这个从美国在越战中折损的直升机数量可以看出,毕竟直升机的飞行速度较满,熟练的高射炮手可以用高射炮将直升机打落,所以美国士兵在直升机上更加担忧的就是被击落,他们往往面临住被击落后找机会跳出机舱这一可怕的情况,所以美军都将腿伸出舱外,至少能获得一定的逃生几率, 比起被活活烧死在机舱里不知道好了多少倍,比起被活活烧死,被飞机摔出去摔死都是一种十分完美的死法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